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要有保湿功效的底妆 比较想尝试那种雾面的妆容 因为看到梯台啊 它们那种就是雾面感觉质感很好 但是不太清楚应该怎么操作 我喜欢清瘦自然一点的底妆 我觉得最起码得服贴吧 最好能有护肤功效 比如美白啊 保湿之类的 只要轻薄要遮瑕 保湿一些 原来大家对底妆有这么多困扰啊 赶快来看看小P老师在本期节目中 如何为大家解决吧 毛娜你平常上妆的步骤是什么呢 我平常都会先遮瑕 然后打一些粉底 最后打一层散粉 你这个上妆的步骤是大错特错的 许多女生都跟毛娜一样 如果你的上妆步骤也是这样的话呢 你的底妆就很容易出现脱妆跟卡粉的现象 因为呢你少了一步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妆前乳 那好的妆前乳呢 它可以均匀你的肤色 可以保护你的皮肤 还可以让你的妆容维持一整天 啊 那样看起来底妆会不会很厚呢 绝对不会 我让你来试一下吧 让你试一点在手上 我们轻轻地把它推开 嗯 我发现它的质地好像非常的薄 感觉还挺水润的 也不会很油腻 对 因为里面呢 还有珍珠蛋白精华 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湿的效果 让你的皮肤呢 会水水的 除此之外呢 它还可以去除肌肤暗沉的效果 所以脸上要是有一些暗沉的部位呢 涂上去它就会非常的均匀了 嗯 那小片老师 您能教我一下涂抹的方法吗 当然 涂抹也非常简单 在使用之前呢 我们先轻轻地摇一摇 把它摇匀之后呢 我们取出一个珍珠粒大小的量 然后我们点在脸上 分别五点 额头 鼻尖 脸颊 还有下巴 那我们点好之后呢 轻轻地把它推开 在推开的时候呢 顺着毛孔伸长的方向 轻轻地把它推匀 鼻尖也是 尤其会有暗沉的部位 我们一定要照顾好 今天我给您用到这款 香奈尔真白防晒妆前乳呢 涂上薄薄的一层 你自己看一下 皮肤就变得非常透明有光泽了 我发现好像感觉 整个皮肤的肤色都被提亮了呢 因为它里面含有 纯白矿物陶瓷色素因子 可以提亮肤色 所以涂上薄薄一层之后呢 你的肤色就会变得非常地均匀了 在上妆前 使用妆前乳作为打底 是完成一款抵妆好坏的重要因素 用五点方式涂抹 你学会了吗 最重要的一步已经完成了 想要打造清透服贴的妆面呢 就要靠这款粉饼了 这款青春光彩柔韧粉饼呢 它可以让你的妆感非常的清透 来我教你怎么打造吧 我们首先呢拿海绵轻轻的在粉饼上 左右的摇摆一下 之后呢我们先放在 脸上T曲的部位 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 像是额头 还有鼻翼两侧 这些部位呢都是大家很容易 会脱妆卡粉的地方 我们先做好一个定妆的动作 包括下巴的地方 当我们把T曲的部位 都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脸颊两侧 就轻轻地延伸到我们的 耳前 还有下巴 我们这款清透的底妆就完成了 来让你自己看一下吧 嗯我感觉非常的服天呢 对因为这款粉饼里面呢 含有蜜桃精华 它可以提升我们肌肤的滋润度 所以就可以预防脱妆跟卡粉的困扰 妆感就会非常服天 嗯那老师像这款粉饼呢 它质底非常的轻薄 那它是不是就没有了遮瑕效果呢 不会 它是有自带的遮瑕功能 如果是说你有需要遮瑕的部位 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呢 黑眼圈会比较明显 我们就把海绵对折之后呢 在你需要遮盖瑕疵的地方 轻轻地按压 重点的再加强一下 你就会发觉呢 你的皮肤有瑕疵的部位呢 变得更加的均匀了 就起到遮瑕的效果 你看 现在全脸变得非常的均匀 而且瑕疵也都不见了 那小片老师 刚刚在采访中呢 咱们提到了雾面底妆 我自己呢 其实一直都特别想尝试一下 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换呢 如果要打造一个雾面底妆的话呢 就要用到这一款非常厉害的丝绒物粉 它融合了粉底液跟蜜粉的功效 我教你怎么用 我们每次在用的时候呢 先反过来敲一下 正面之后呢 再轻轻地敲一下 打开之后呢 你就看到 网膜上面呢 就有一些非常非常细腻的粉 我们用这个蘑菇刷 轻轻地去沾取之后呢 在脸上 滑圈圈 这样很轻松就可以打造出雾面的底妆效果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加上简单的腮红 接着呢 我们再挑选 同色系的一个唇蜜 点缀一下再唇部 这样你就可以出门了 想要打造好质感的底妆 妆结乳是不可缺少的步骤 轻透质感底妆 可以选择粉品 而高大上雾感妆容 可以选择雾粉 完美底妆任你挑选 质感细腻的底妆呢 最适合日常来使用 但是如果你有特别的活动 要来参加的时候呢 不妨试试看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雾面底妆 一定能散发出不同的气场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下期再见 拜拜